大家好 歡迎收看為你推介 今天為大家推介的文章 就是幫我講出聲的博客獅子山 他的題目就是 《黃醫護喪盡專業》 《喪盡天良》這句話 大家都應該聽得多 一場新冠疫情 又令大家見識到什麼叫做喪盡專業 沒錯 我說的就是政治上腦 香港特產的黃醫護 2014年佔中之後 黃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都清楚不過 2019年黑暴之後 黑又是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都感同身受 切膚之痛 反正黃和黑 現在對香港來說 都不是好東西 黃的思想荼毒 衰過色情賞老 黑的放火燒活人暴力 衰過黑社會 醫生護士是救急扶危 勝造七級浮屠的偉大專業 所以一直受人尊敬 就算醫護人工待遇 高過很多工種 大家都會普遍接受 認為是值得的 但自從年初政治上腦的 醫管局員工陣線 趁新冠肺炎疫情襲港 趁火打劫搞了一場 醫護人員罷工 已死相逼大龍鳳之後 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驚醒 對這班為數不少的黃醫護 心裡早已十分反感 為了達到政治目的 將病人的安危 都可以放在一邊的醫護 其實與喪盡天良沒有分別 前幾天看新聞 聽到港大感染 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淡然說自己是不會參與政府 即將推出的全民檢測計劃 理由是不會懷疑自己是隱形傳播者 病毒沒有眼 有沒有中招受感染的 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一測試就知道 不是一個自己懷疑自己覺得的問題 如果自己覺得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懷疑就可以當是真相 這個世界還用什麼要科學 還用什麼要醫生 懷疑自己不是隱形傳播者 就不需要做檢測 這種說話出自何柏良的口 堂堂一個港大醫學院感染 及傳染病中心主任的教授 你說醫務人員沒有政治上腦 還有沒有人信 如果大家沒有患失憶症 過去幾個月 在特區政府公佈 將請求中央支援提高 本港檢測能力之前 香港像何柏良這種抗疫醫護權威之流 不是每天都在聲勢力竭 大肆評擊政府檢測數量不足 未能夠及早找出社區隱形帶菌者嗎 為什麼現在政府準備推出全民檢測計劃 卻反過來對人人都可以做檢測大潑冷水 而且大頭反宣傳自己不參加 原因其實畫公仔不用畫出場 只是因為中央出手幫忙 如果這次幫忙做檢測的是英國或美國 就算不是免費 一劑檢測要香港政府奉上二三千元 相信何柏良這個總監醫生 很可能就會立即大聲叫好 第一個去做檢測 大力呼籲市民去參加 黃醫護有什麼最令人看不起 就是這種嘴唸 政治凌駕專業 政治騎劫市民的健康 言憑滿口仁義道德 簡直是令人嘔心 對於何柏良這種逢政府措施 幾乎都潑冷水對人不對事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感到好意外 去年12月黑暴最瘋狂囂張之際 何柏良打著本土的旗號 參選醫委會委員 當選後在社交平台貼出 We Stand with Hong Kong 和美國NBA火箭球隊的經理 莫利那句撐黑暴的Stand with Hong Kong 異曲同工一脈相成 何柏良的政治取向早已不言而喻 為了醜化阻止中央政府支援香港 開展補及社區全民檢測計劃 黃醫護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由最初嫌內地來港檢測人員 不懂英文質疑他們的專業資格 然後又挑剔來港人員獲檢疫豁免 然後又從屍顧忌打出DNA送中 竟危言聳聽 臨臨種種藉口多多 總之就是為了唱衰而唱衰 至於14億人已經證明可以有效 控制病毒擴散的大規模檢測 黃醫護當然視而不見 更不想措施成功 他們一心只是想幸災樂和 究竟是醫者父母心 抑或是毒如蛇蠍 政治仇恨重要些 抑或是香港市民健康重要些 相信經過何柏良這種抗疫專家 親身演繹 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相信大家歎為觀止之餘 今次都已經開竅了 喪盡天良天地不容 在這個抗疫的關鍵時刻 黃醫護仍然只顧政治私心 不想中央支援的全民檢測計劃 在香港成功 又唱衰又杯葛 無視市民的健康 是最典型的喪盡專業 和喪盡天良一樣可恥 介紹完這篇文章 我們首先不要說黃醫護 有多政治上腦 最近有不少香港人都會覺得 今次政府推出的全民檢測 來得很遲 因為在第三波疫情爆發 開始放緩的時候才開始推出 但大家不要忘記 今年北京6月的時候 第二次爆發疫情 只是用了26天 就將確診的數字變回零 北京用了之前疫情放緩的 兩個月空蕩時期 去加強了檢測能力 和進行徹底的隔離政策 再加上全民檢測和健康碼 才可以將在26天內 將確診變回零 大家當然不希望 第四波會在香港會發生 但大家不要忘記 冬天將來 如果萬一真的有第四波的時候 我們應該趁這幾個月做好準備 所以大家不要為反而反 大家同心協力 Always expect the worst to come oi NOTI ヱヱヱヱ T